柔佛一名夜市小贩今天被押上巴珠巴侠推示庭 面对庇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罪名 该恐怖组织的两名成员当时正策划在柔佛一带展开恐怖袭击 由于案情严重因此推示决定将案件移交吉隆坡高庭审理 哥达巴鲁地庭则是宣判一名强迫妻子喝毒药 以致妻子受伤的狠心丈夫罪名成立 必须坐牢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6月5号被告被捕当天算起 控状指35岁的乌易被告在今年6月2号下午6点 逼迫妻子喝下毒药导致妻子中毒 被告对指控扶手认罪换来牢狱之灾 同样在哥达巴鲁一对中午学生则是涉嫌把新生婴孩丢弃 而在今天面对弃婴指控 两名17岁的男女被告怀疑就是该名弃婴的亲生父母 两人被控在今年7月2号生下该名男婴之后 在晚上9点45分将孩子丢弃在一所住家门外 两人否认有罪 哥达巴鲁地庭法官则定案件在明年1月17号续审 而在霹雳州一名48岁的乌易保姆涉嫌在上个月虐待一名交给他看顾的11个月大女婴 导致女婴头部受伤 这名保姆今天被押上医保地庭面控 被告不认罪或准以15000令吉 以及在一名担保人的担保下保释外出 法官则定此案在12月21号过堂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对最高10年监禁 或最多2万令吉罚款或两者监失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